-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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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因為有太多網友投稿 我都還來不及消化 今天就把兩則網友投稿內容 講給你們聽 打個廣告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節目時 請到YT搜尋靈異錯別字 你可以找到相關的鬼故事內容 如果你想聽我講垃圾話 講民俗觀點 生活的趣事等等 你可以到粉絲團找 新聞主播賴政凱錯別字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聽 兩則網友投稿故事 大家好我是阿成 這次發生在我跟我前妻十幾年前 去汽車旅館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我跟我前妻有一天下午差不多一點半左右 我們去桃園的某汽車旅館開房間 進去之後他的一樓是停車的 走著木頭的樓梯到二樓才是房間 但有幾階的木頭其實踩下去感覺到有點不穩 所以這個旅館已經很老舊 這間汽車旅館很老舊 進去之後呢開了門 在開門之前我們有敲門嗎 那就房卡插到旁邊的開關 隔了兩秒之後呢燈才會亮 那其實燈一亮之後呢也沒有感覺到多亮 整個房間還是很暗 很懵懵的感覺 在一開房門時有一件怪事就是 它吹來了一陣風 那個風的味道夾雜著 霉味香菸的味道 還有芳香劑的味道 開了燈之後呢 裡面的擺設我也覺得很詭異 它裡面放了大量的青銅器 仿的那種青銅器 還有一些日本的像是一些娃娃 作服娃娃之類的 所以你就搞不懂這裡面的風格到底是什麼 戰國時代的還是日式風格 讓你很衝突 裡面的格局也不太正常 浴室裡面也有洗手台很正常嘛 可是怎麼在床旁邊也有個洗手台 所以你就想說這裡的房間格局 是不是曾經有大動過 那我也沒想太多 因為那時候要跟前妻幹大事 所以我很快就把這個褲子 牛仔褲脫掉之後 折好放在一個100x100的大桌子上面 然後衣服壓在牛仔褲上面 內褲壓在上面 就跟我前妻到床上去 開始大戰一場 但是站到一半的時候 我余光有瞄到 我的牛仔褲掉下來 但我當下沒有把它撿起來 一直到結束了 我前妻在床上休息了 我去把牛仔褲撿起來時 我才意識到一件事 不對啊 如果牛仔褲掉下來 我壓在上面的衣服跟內褲 應該也要掉下來啊 我怎麼只掉了一件牛仔褲呢 像是被人家抽出來這樣 我才剛想到這邊時 我前妻就突然醒來 要去洗澡 他就往廁所走過去 那廁所因為沒有開燈 所以那邊是乾濕分離的 然後裡面 最裡面有個像是 三溫暖的木頭的這個空間 我就跟我前妻說 你敢一個人進去嗎 會不會怕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去洗澡 那時他在洗澡時 我在洗手台那邊刷牙吧 離不到10公分左右 我前妻突然就問我一句話說 欸阿成 你有沒有撞到什麼東西 和我當下有點納悶 因為我覺得我離你這麼近 我要是撞到什麼 或是我發生什麼事情 你應該看得到啊 你怎麼會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說沒有啊 幹嘛 從那一刻起 他雖然沒有講話 但我感覺出來 他已經在害怕 他這樣發現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沒有多說什麼 趕快洗洗就說趕快走 那他離開的時候呢 我們就到門口之後 就把那個房卡抽起來 隔了兩秒之後 房間才整個啪 關掉 在關掉的那一瞬間 我就聽到廁所傳來一個 木門被打開的聲音 應該是森溫的那個木門 我當下嚇到之後 我就問我前妻 欸你有沒有聽到什麼 那時我的前妻其實已經很緊繃了 他就說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我們趕快走 這樣 然後我們就趕快離開 到了一樓開了車 就離開那個汽車旅館 離開時他在車上才跟我說 他剛剛在浴室有聽到 外面的桌子上 有人摔東西的聲音 所以他才問我有沒有撞到什麼 我也才告訴他說 在離開時我聽到 廁所傳來開木門的聲音 這件事情還沒結束 因為我本身是上夜班的 所以很多時候 是我前妻一個人在家裡 我在公司上班 有一天我前妻就跟我說 他常常在家裡聽到 在洗澡的時候 或是在房間的時候 客廳有小孩子在玩的聲音 那時候我就覺得 唉你不要想太多啦 那可能是鄰居的小孩玩 傳過來的 但他會怕 我就帶他去我朋友 常拜的一個 三三國王廟那邊拜一拜 但過了有一天喔 一天晚上 他突然打給我 那是12點 我在上班 他打來的時候是一直哭 拜託我趕快回家 然後他話都講不清楚 我請了假之後 馬上回到家裡去 他就跟我說 他睡覺睡到一半時 他發現有人在拉他的棉被 他當下沒有醒來 就繼續拉著棉被睡 拉了幾次之後呢 變成 他感覺到有一個男人的手 抓著他的腳踝 用力扯了他一下 他才整個驚醒 當他下醒之後呢 他馬上哭才打給我 後來我就第二天一早呢 就帶他去我那個 桃園有一個 關聖地局廟拜拜 我很常去的關聖地局廟 拜完之後求了一個護身符 這件事情 他聽到一些怪事的事情 才慢慢地不見 那從那件事情之後 我跟我前妻 打死都不會再去那間汽車旅館 而且有朋友要去 我都會跟他們說 不要去那間房 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是發生在我在彰化念書時 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當時我在彰化念書 然後我在園林那邊租了一個房子 那個地方呢 其實從我學校騎車過去 會經過一大片的田野 然後看到一個已經廢棄掉的檳榔灘 右轉到一個小巷子裡 兩邊呢 是整排的二三樓的老舊公寓 我是住在其中一棟的二樓 一個月的租金才四五千塊 其實非常便宜 那對我來說呢 雖然這個房子看起來很老舊 但是只要房間乾淨就好了 對我來說沒有關係 那我住進去的時候呢 我當時的女友送了我一個公仔 是那個海賊王索隆的公仔 我就把他放在我的書櫃上面 有一天放學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那個公仔的位置 好像被人動過了 他是面向到孫悟空的這個 七龍珠孫悟空的公仔 兩個人面對面 我當時就覺得 欸奇怪 我不記得我有動過啊 但想說算了 我就把他搬正回來 後來又有一天放學我回去時呢 我發現索隆的頭被扭下來 掉在地上 我用盡所有科學的方式來解釋這個現象 都沒辦法解釋 因為他那個頭是自己裝上去 我很清楚知道 他非常難拔下來 他喀森卡得很緊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怎麼可能風吹還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他自己鬆脫掉下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穩 我就一直想這件事情 我在床上轉來轉去的時候呢 我就隱約在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聽到窗戶旁邊有人在聊天 就下一次轉過去看一下窗戶 我就看到兩個影子呢 在看著我聊天 但是我住在二樓 外面是懸空的 怎麼可能會有人站在那裡 我一醒來開了燈之後呢 不管現在是凌晨三點還是四點 我就趕快打電話叫我所有朋友 能陪我的趕快來陪我 後來來了三位 很有益氣的 一對情侶跟一個男的 但是他們一上來之後呢 他們就說 欸鬼鬼 你怎麼住在這裡啊 那我就說怎麼了嗎 他說這裡很髒欸 很舊欸 我們剛上來樓梯時 超多蟑螂大蟑螂在牆壁上爬的 我就說反正 我的房間乾淨就好啦 租金便宜 但他們又說 那你知不知道一樓 有放很多排位在擠拜 我聽到就嚇到 住不知道欸 因為我的車子都停在側門 我從側門一進來之後 上了樓梯就到我的房間 我幾乎沒有去過一樓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一樓的擺設是什麼 他們還在追問我說 那你隔壁住誰 發生什麼事情 我說隔壁住了一個 原住民大哥啊 我很少看到他啊 因為他的門上面 貼了一張黑色的風軸 這一點我也沒注意到 反正他們就說 這個房子很怪 再來就是他們四個人 教我四個人 在房間裡面的時候 那時候是夏天 沒有冷氣 但是卻異常的冷 後來我們就聊著聊著 聊到快要天亮的時候呢 欸 那對情侶的女生 她想要去上廁所 我就說出去之後 右轉 長廊走到底 你拉開一個鐵門 就有個蹲式的馬桶 那女友看到這麼老 就翻了個白眼 就還是要得上嘛 她就上到一半的時候呢 她頭上那個燈泡 突然間 咻 關掉了 她就叫了一下 她說在她叫完那一瞬間 她很清楚的聽到她耳邊傳來一個 老女人叹息的聲音 而且她的肩膀一直有東西撞到她 她這時嚇到尖叫衝出這個廁所門 她跑來房間跟我講完之後 就拉著她男友就離開了 只剩下一個男的陪伴 然後我們就撐到早上 吃完早餐她才回去睡覺 但我還是繼續住在那邊喔 一直住到有一天 我的隔壁的原住民大哥回來了 然後我就聽到她跟她的兩個朋友 三個人在我的門口那邊聊天 聊一聊之後呢 她突然間就來敲我的門 那時我正在用急時通打天堂 我就跑去問說 欸怎麼了大哥 她就問我說 那兩個親戚是你 你認識的親戚嗎 我就說 為什麼 因為那個大哥也覺得他們兩個人講話很奇怪 我就說他們講什麼 她說那兩個男的指著我的房間 就指著我 說 我們要出國了 你跟他講不要害怕 我們很快就見了 講完這個時候 我馬上想到 那天晚上在窗戶外面的那兩道黑影 我當天晚上就打給房東問 到底這個房子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房東才勉為其難地告訴我說 他跟前房東買的時候呢 其實就知道 我隔壁那原住民大哥住的房間 有兩個人因為債務問題呢 在裡面燒炭親身 所以那道黑色的是五雷令的服 是壓他們那兩隻的 至於廁所 是前房東的太太 不是前房東的媽媽 因為憂鬱症 在這個梁上面上吊親身 所以這間其實是一個兇宅 而一樓的排位呢 全都是前房東 為了祭拜這些死去的人 放在那邊的 後來前房東離開之後呢 排位也沒收走 就留給了現在的房東 我聽到這邊之後 我馬上 下個月就搬走了 而且我再也不敢住 平民住的地方 好 來 準備 主播就地位 我們準備進現場 好 收到 怎麼口氣味道這麼重啊 啊 忘記我剛剛吃了韭菜鍋貼 等等還要面對來賓怎麼辦 啊 還好我有水神漱口水 水神漱口水及時救援 有效抑制異味 哇 剛剛的異味都消失了 導播 我準備好了 水神漱口水呢 成分單純無添加 幫助口氣清新 維持口腔健康 而且有國家體質標章的認證 在你刷牙的時候 漱口的時候 都可以有效輔助 清潔你牙縫間的死角 怎麼買呢 中間快點購平台 就可以買得到 而且是全通路獨家販售 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ZTi010會有優惠喔 ZTi010會有優惠喔 代表 我一回 綠值